我们先看个实验 先生成一个500Hz的正前波 复制成两轨后 给其中一轨叫一个EQ低切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其实还没切到它对吧 因为你可以听到正前波的声音还在 那此时我们两轨一起播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声音 这是为什么 大家好 这里是导鼓音符的小胖 EQ可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效果器 至少是之一吧 刚刚的实验引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为什么就加了一个EQ 竟然把我那两轨音频 给搞成反向相消了 那minimum phase和linear phase 这两种EQ有什么不同 最终我们在应用上要注意什么 OK 现在就开始我们本期的 观影EQ的一项 那应该百分之百的音频同学 都听说过相位 以及都听过注入同向相加 反向相消这样的话 那这句话用来描述一个现象 当两个相位相同或说属于同向的波形叠加时 音频的能量会相加 变成电频更大的状态 而当两个相位相反或说属于反向的波形叠加时 音频能量会变小 甚至是相互抵消 最终变成无声的状态 但是 它跟EQ又有什么关系 那开头的实验 对500的阵线波做EQ低切 如果用感性的直观推测 好像应该只存在两种结果 那一种是要么这个低切完全影响不到500 此时波形应该毫无变化 那另一种是要么低切影响到了500 此时电频应该是变小了 那除此之外应该也毫无变化才对 那这非常符合我们直观的想象 然而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 那事实是 除了电频大小外 相位也被EQ改变了 那如果我们输出实验里的第二轨 在导路径来比较 可以发现 它的相位改变接近180度分转 于是两轨波形基本上反向相消了 那么 这是什么原理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滤波器时 我们是不是从脑骨子 它工作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 频率小于500 过 否则 停 那要是现实有这么简单美好 那就好了 下面的内容 有点二口 我尝试用两个简单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清楚 EQ的工作逻辑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音频可以用时间的维度来表示 那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波形图 它反映的是随着时间的进行 音频的信号是怎样的变化 那另一方面 这段音频也可以用频率的维度来表示 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频谱图 它表示的是 这段音频在不同频段的信号分布 是怎么样的 那这两种 无论哪一种 我们都知道 音频还是那种音频 只不过是用时间 还是用频率的维度来表现而已 现在说回EQ 那我们都熟知 这一类EQ的频谱图 也可以看作是EQ 以频率的维度来表现 那刚刚的逻辑 它肯定也传在另一种方式 也就是时间维度来表现 OK 这种表现方式如果画成一个图 通常长这个样子 那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图很陌生 很正常 因为这样的图 根本不会出现在一个EQ插件上 它跟我们的日常使用无关嘛 当然 你也可能觉得这个图有点熟悉 怎么长得有点像IR 没错 它就是一个IR 再强调一下 就像刚刚介绍的 无论是IR 还是EQ频谱 它们都只是两种 不同维度的表现形式 它们背后此带的 都是EQ 本Q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EQ的工作逻辑 那前面这个图当然是来搞笑的 真正的过程是 你的音频穿过了EQ的IR 然后它俩做了卷积运算 那这句话我估计可能80%的人都没听懂 另外的20%是本来已经就懂了的 所以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本期不展开 我们只需要从这个动图里看出 IR按时间顺序跟音频发生交叠并运算 那么比如IR的第二个采样点 就会比它的第一个采样点延时一个采样点的时间 那不严谨的说 如果你可以理解delay效果器会导致向外变化 你应该也可以理解EQ的这种逻辑 会导致向外变化 对吧 注意 这不是软件的计算延迟 这就是EQ的工作逻辑 那猜着别的 刚刚我们提到IR 卷积这些字眼的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诶 这我熟啊 这不就是卷积混响吗 low不同的IR嘛 就获得全世界不同地方音乐厅的效果 从浪漫的土耳其到东京和巴黎 诶 你说对了一半 对的地方是 上面的IR卷积这些字眼 跟卷积混响里的概念 确实是一回事 但是卷积可不只是用来做混响 应该这么说 当我们low一个混响的IR时 此时它就变成了混响器 而当我们low一个EQ的IR时 它就变成了一个EQ 然后你可能还会想 那实际操作里怎么会有lowEQ的IR这样的操作啊 诶 还真的有 我们所谓的房间校准软件或者说升学校准软件 就是活生生现实的例子 它先通过测量得到你房间的EQ 再取反得到补偿的EQ 然后校准软件就会让补偿EQ的IR 跟音频做卷积应算 从而让音频得到了修正后的效果 那不好意思扯眼了 上面是用第一种方式来解释EQ的工作逻辑 那我在尝试用一个包含实际数值的例子来做第二个解释 那或许你听过如果我们对一组采样点取平均值 可以实现lowpass的滤波效果 那因为这会让波形变得更平滑 因为取平均值它滤掉了波形中快速变化的部分 也就实现了高频切除 那今天我们就以一个最简单的理想lowpass滤波系来举例 它算法特别简单 就是对两个采样值取平均 仅此而已 那这是一个正前波 采样点刚好落在这几个位置 当它通过滤波器时 对当前值和上一个值取平均后 我们会得到这样一组值 这就是从滤波器输出的值 那当我们重建这个输出波形时 我们会发现 那首先振幅已经变了 那这是当然了 因为信号被滤波 那振幅当然会变了 不过我们同时也会发现 波形的相位也已经跟原来的不一样了 从上面两个解释中 我们可以不严谨的说 EQ本质都包含了delay的成分 只不过是采样点级别的delay 那如果你能理解delay会导致异象 那么你应该也能理解EQ导致异象 那事实上 对于一个滤波器来说 正符响应和相位响应 这两个是一共组成了它的频率响应 只不过从应用层面 音频同学更多关注它的正符响应 也就是衰减或提升了多少dB 所以相位响应那绝大部分EQ没有列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就想看一看 各种EQ参数具体是怎么影响相位的 那差点又没列出来 那要怎么办呢 没关系 这无法阻止我们刨根问题的好奇心 那我们可以用诸如PluginDoctor这样的第三方分析软件 去查看EQ带来的相位变化 那在这个图里纵轴最高点是180度 最低是-180度 这两个都是反向 那中间是零 也就是同向 当我们去拉低或提升一个频点时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所有频率都会有怎样的相语 那当Q值不同时 所覆盖的一向频率也会变化 那当使用Shelf或者是High Pass Low Pass时 相位的变化图也完全不同 那如果我们把开头实验的参数输进去 会发现在500的地方相位几乎是-180度 这就印证了开头的实验现象 那附带说一嘴 既然我们刚刚说绝大部分EQ没有列出来 那就表示有列出来的EQ 比如Ripper姿态的EQ 第一眼看过去除了丑之外 它跟其他EQ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那当你勾选下方的Show Face时 一条黄色的线出现了 那么后面的事你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那当我们聊到这时可能同学要问 那EQ造成的异象有没有办法去掉或者缓解 或者说我现在就有一个需求 既要滤波相位又不能变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聊的Linear Face EQ 那依然是本期开头的实验 如果我们把EQ模式切换成Linear Face时 你会发现声音回来了 如果我们用Plugin Doctor去分析 你会发现虽然我在拖动EQ参数 但是它的相位都没有变化 那问题就来了 刚刚不是才说了一堆什么EQ工作逻辑吗 不是说了一向不可避免吗 那怎么换成这个相位就不变了呢 那这就要看看Linear Face滤波器的工作逻辑 那在Linear Face滤波器中 相位也会移动 因为确实不可避免 但是Linear Face不同频率的一向程度是不一样的 而这刚好是Linear Face的字面含义 频率大小和一向多少之间保持着线性的比例关系 你步子大那你就卖一步 我不子小我卖两步 最后大家移动的都一样 那进结果就是大家都没移动嘛 聪明吧 但是要满足Linear Face必须有个前提 就是IR必须是对称的 但是你看看这个EQ的IR 它怎么可能是对称的呢 那结果到了我们就说 没关系啊 做个镜像翻转不是对称了吗 那这可真是太聪明了 那现在对称是对称了 可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跑到后面去了 这就是说EQ会延迟 那作为大佬我猜一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另一种模式叫 Zero Latency 零延迟 那除了这个名字 它也被叫做Minimum Face 好绕回来 延迟了怎么办 延迟了也没关系嘛 我EQ完了之后 让插件统一把信号往回拉 不就完了吗 就像是延迟补偿嘛 YYDS 那么这 就是Linear Face EQ 最终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样子 那这是处理前 Minimum Face Linear Face 三个状态的音频 如果拿第一和第三轨做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 音频的这个地方是能对齐的 因为这是延迟补偿后的结果 但是 Linear Face的最开始 有一个小小的建墙 那这在逻辑上是细思极空的 我都还没开始输入信号 怎么你就输出了呀 你咋知道我在未来会输入信号呢 少见多怪 还有个东西跟这个很类似嘛 比如说反向的混响 因为我像这样 是不是啊 Linear Face既然把一向的问题解决了 那是不是就完美了呢 并不是 它带来的问题依然回到刚刚这里 它叫Pre-Ring 它的存在会让音头不那么punch 那么 在你需要让音头变得更punch的场合 比如说鼓 木吉他 甚至是一些你希望做的更punch的bass 那Linear Face可能就会变得不合适 Linear Face 所以对Linear Face的总结 它的优点是不会发生一向 但缺点是 它的Pre-Ring 可能会让音头减少punch感 对于Linear Face EQ来说 最大问题当然是带来一向 毕竟就是因为这一点 才催生了Linear Face EQ的诞生 但是话说回来 一向并不是洪水猛兽 那我们要知道Linear Face EQ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大几十年 我们所有EQ插件的老祖先们那些硬件EQ 模拟EQ 他们同样会带来一向 因为这就是EQ的本质呀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一听到一向就谈吐色变 但是有三类情况是要引起关注的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整个本音就铺接了 那第一种情况是并行处理 比如说Parallel EQ 比如说并行多段压缩 在当今DAW越来越自由的背景下 你可能会搭建越来越复杂的bass 然后做越来越多的并行处理 但是并行处理后的信号 可能相位已经改变了 然后它又返回来跟原来的信号合并 这就可能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多卖时音的分轨 那可能原始时音的结果相位关系是对的 但是你给其中一轨加了EQ 或者你对不同轨做了不同的EQ后 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相位关系 那这些分轨一合并 可能就有问题 那从这两种情况往外延伸 我们就得到了第三类情况 那就是内容和评断关系都比较接近的分轨 比如本期开头的实验 假如那两轨不是500的正弦波 而是你刻意叠的两轨低谷 评断差不多对吧 你EQ的其中一轨相位反了 那叠起来可能比单轨的低谷还要薄 所以这三类情况下 需要大家竖起耳朵 谨慎对待 那可能调一下minimum phase EQ的参数可以解决 可能切换成linear phase会更合适 当然还有一个更更合适的办法 就是不要乱夹EQ 比如不管3721上来就来一个无脑挂低切 那么关于linear phase EQ的话 优缺点在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好处是不会一向嘛 那缺点是它产生的pre-ring 可能会让音头减少punch感 那往大的说 你甚至可以认为它改变了音色 那毕竟我们要知道 过去几十年各首经典的混音金曲 包含的那可都是minimum phase EQ 带来的音色词感 好了 本期视频如果觉得不错 欢迎三连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